HELLO 大家好 歡迎大家收看東周投資會 Hello Dickey Esta 你好 各位東周投資會的觀眾 大家好 星期五愉快 好 星期五 當然有金利鋒證研究報集團 董事王德基 Dickey 跟大家聊聊 在下面留言 我們會幫大家轉答 你們的問題 讓Dickey去解答 這時候當然要報一下恒指 今天恒指跌了145點 收報19452點 成交今天是1102億 一些重要資訊包括日元兌美元跌穿140關口 美聯儲結束針對匯控近十年執法令 毫賭股和三通有偏遠 先說一下市 今天又是一時 有時間又在19,000點 有時間又在20,000點 上下徘徊 上下徘徊 現在在這個區間底下 即現在大約9月 怎麼看港股的後市呢 好 先說一下整個市勢 當然無以為計 跌到19,200元 彈完1,000元 用了一天半 然後今個星期就慢慢滾回來了 有什麼值得說呢 我想過去這幾個嘉欲天 其實都仍然是 環環緊扣很多不同的事件 一直發酵 影響著我們香港股票市場 大家都知道 美國的因素當然有影響 外圍都連跌了四天 納指連跌五天 美股先叫做兩個指授就跌定了 也不是說全面反彈的 那幾天的跌幅都挺驚人 這是客觀的事實 第二 現在全球 除了通貨膨脹 是一個很大的問題之外 因為全球的旱災 也都很客觀地說 現在這個所謂的全球電荒 也是一個非常大的問題 因為全球的旱災 也都譬如說 在歐洲各國以至內地都持續肆虐 很簡單的 就是運河 水力發電 我們說穿余地區 下午電 我都說了兩三個禮拜 我說歐洲缺電 也都說了一個多月 都很早跟大家說 慢慢慢慢 大家可能看新聞都會看到這些報道 那有沒有影響 那當然是有影響 因為你只是說 現在這一秒鐘 因為這個內地的旱災 到現在 其實甚至乎 更加無奈的 就是始終還有疫情 那你說 香港的疫情的防控 相對地都不會 像內地那種那麼嚴謹 那麼豐碰的管理 那現在又 又要多些字眼了 又要怎樣了 又要居家了 那怎樣呢 那四川地區 那現在就是說成都 那現在又要簡單的說 就是半風控的管理 又不可以完全出去 四天 那現在說 那怎樣搞呢 都沒得搞的 那好了 那再加上之前都說了 就是穿余地區 大家都知道了 因為在過去 除了你說 因為很多的水力發電 未能夠可以維持一個正常的供給 還有因為有很多的車廠 也都因為這個地區的便捷過去的水力發電 也都因為他們很多廠房都在這些地區 所以剛剛看到 譬如說 不要多說 我只是說三大電動自主品牌 剛剛公佈了那些汽車交付的數字 嘩 那都理想 都真的不是很理想的 跌得都很厲害的 那反映到什麼 就是反映到環環緊扣 就是巷災有影響 疫情有影響 那你都不知道哪樣影響大一點 那兩樣都有影響 因為現在說的是汽車交付 那就是汽車交付 所以如果你說我們用這個角度去講 那還有 就是客觀講 有些電池雖然不是多 如果這個比例來講 電池就相對地 穿越地區會少些 但是都有十幾個%的 那反而言之 那電池的供應的穩定性 對於一個電動車的生產來講 又是一個最關鍵的影響 雖然現在譬如寧德時代都說 現在呢 簡單來說 都可控的情況都 未至於說 令到整個內地汽車生產的 產業鏈出現一個很大的問題 但是寄望就是現在 唉 寒災不要再寒了 真是下幾場大勁的雨了 然後呢 又在說這個疫情 不要再惡化了 因為內地始終都比較封控管理 再封控的 那又是好像上海海南島 這樣就很嚴重了 那就是現在呢 就變了 有一點點被動 就望天打掛 因為疫情 和現在這個所謂的 寒災呢 就不是一些 一些一時三刻會可以改變 也都不是說什麼 一些政策是可以徹底地 可以令到這些問題是完全解決 那所以呢 就是在內地目前現在面對的狀況呢 就比較複雜 那當然 海外市場面對的情況 可能更為嚴峻 因為現在說著 旱災 那已經令到歐洲平庇不堪的經濟呢 就雪上加霜 那還有鵝烏戰爭 天然氣的價格高企 通脹的問題 越來越凸顯 那你各國的貨幣政策呢 就繼續要緊縮 縮表啦 加息啦 現在那些歐央行都要學美國啦 四分三厘啦 那美國現在怎樣呢 九成都四分三厘 不是不是 其實十八成啦 就是看期貨 四分三厘啦 沒有酒雞啦 那些聯儲局官員 各個都認住這隻鷹 各個都 那又沒有什麼辦法的 那唯有就看看那些經濟數據啦 那又更衰 那些經濟數據好呢 又說因為太好 怕它加息呢 就可以狠狠的 經濟數據不好 還死 因為已經是衰 那簡直就更大鑊 那現在呢 就是幾幾尷尬呢 就是如果你說 你要買上去的 薄反彈的 你要求什麼呢 就是你要求下雨啦 就是求雨沒有的 就是求下雨啦 那就不要旱災啦 求完下雨呢 又求不要打到那麼厲害啦 打仗就是鵝烏那邊 接著又求什麼呢 就通脹又不要那麼高啦 通脹又不要那麼高 那經濟呢 又不要太厲害啦 那數據 但是又不能太厲害啦 就是又太厲害呢 就怕加息壓力會加大 那太厲害呢 就已經塌了 那就要好得來 又不要那麼厲害 那你說 幾難才可以的 就是又要下雨啦 又不要打仗啦 然後呢 就有天然氣啦 那接著呢 又要經濟好得來 又不要太好啊 然後呢 通脹呢 又要慢慢又溫和 那哪可能發生過 剛才我說的事情 一次過出現啦 那所以 為什麼解釋得到 這段時間 這幾天 歐美股市急轉直下 其實就是因為 一次過反映了所有的因素 A股為什麼還是仍然 因為A股的情況很不同 現在在說內地人民銀行 是寬鬆的貨幣政策 前個禮拜講LPR 說一個很積極的財政政策 國務院長 你剛才已經說了 全力以赴 拍聲 那一路很多財政政策 支持經濟 補交流 各樣那樣 但是你一旱災 你製造業受到衝擊 那就是衝擊啦 那所以就 只可以說 希望 就是現在都好像很無奈望天打 但是希望就是現在這一刻 那個情況就已經反映了 就是無論是旱災 又或者是說這個 就是說 供應鏈的這些可能 就是有一些潛在問題的情況 都算是反映了 但是 譬如我很喜歡車的 大家都知道 那當然會看著全球的車展 就是人去不了 飛不了 上網都看一下 那本來成都有個很大型的車展 那很多那些 新勢力 就像是 蔚小利 就是蔚來小鵬理想 他們都預計了 會接下來有些新車去 就是說 通過這個車展 去公告天下 那比亞迪本游 旗艦的SUV 那通常就是怎樣 你要利用這些車展的平台 然後呢 就展出一輛車 那些社交平台 就有很多報導的 那些車媒體啊 那些車發燒油啊 那講多兩講 然後就開售的啦 然後就有訂單的啦 然後就做生意的啦 那現在呢 現在的車展都沒有了 因為這個 停電的關係 因為疫情的關係 所以就 怎麼說呢 唉 沒有啦 都希望就是 看看未來 就是內地的疫情 以至到那種 風控管理 會不會是有所放緩 就是不要那麼緊 但是的而且確 全球的疫情 也都繼續肆虐 在香港都成萬中了 那香港當然啦 就是那個 那個 對於疫情的防控 就不會像內地那麼嚴謹 就是那種 所謂的原則居家 我最初剛剛聽到 原則居家 就是怎樣啊 就是 原則就是在你家裡的那個 那個側那裡 那個居家 還是原則上你的居家 還是怎樣 那原則上 我又可不可以出去呢 原則居家 其實呢 跟風控管理都沒有那麼分別 好一點 就是說呢 你可能找一個代表 就是不是村代表 是你家裡的代表 都可以出去一轉 買日用品 那這個情況就像 歐美剛剛爆發疫情那時候 那種風控管理 但是 人家全開了 那我們現在 始終內地的疫情 我都明白的 就是站在內地的角度 疫情仍然是受控的 不是失控了 那都還想按住它 所以 唉 但是問題是說 你這樣 就 就是剛才都說了 那你成都那怎麼辦 那車展又沒有了 很慘的 就是本來想著 有些展覽 其實就做生意的了 那你現在就沒有了 我想香港都明白的了 你現在美容展 去新加坡搞了 是不是 那你現在香港的會議展覽中心 就 就是之前做到一個 就是一些 比如說 就是Art Basel 那些 就是Affordable Art Dress 都很好的了 有幾個 有幾個給我們看一下 就是香港風控得來 就是從來都沒有風城 沒有風控 就是都是 就是相對地好一點 但是客觀講 就是現在這樣看 那其實對內地的經濟 啦 企業的盈利展望 都是真的難以太樂觀的看法 那所以就這段時間 就是指數廣股還是疲弱 也是難以避免 但是也很好 那說到好像很壞的廣股 但是也沒有跌穿 19,200的低位 那我想暫時 希望這個位置頂得住了 我個人呢 就是 審慎的來 又不太悲觀 我仍然都相信 恒指不會跌回到 上次18,200的低位 那些低位的 就是19,200 這個水平已經有機會 會先浪浪 那在這一刻 就只可以怎樣說 就是扯戰扯走 我剛剛都說到斜戰 因為這陣子 車股都真的很多 離譚消息 就是不要說斜戰 只是說最大的消息 就是給阿迪這單 就是由7月中 大家哆哆亂 終於有答案了 所以就急捨 然後繼續繼續 這幾天都受壓 那接下來 即是股神沽 那其實這個訊號就很清晰 就是不可以占手 這個時候 我會有這樣的看法 因為我過去教投資班 我通常都會拿股神沽 鍾石油的例子 告訴大家 股神有多麼神勇 因為在這個2007年10月 三十行升指數 高見三十一千九百五十八點見頂 而後來就有這個金融海嘯 最終恒指跌到一萬零六百七十六 沒有了三分之二 股神就在港股見頂之前 一個月就沽清這宗石油 所以我們絕對 絕對 再說兩次都可以了 不可以忽視股神沽貨的力量 力量是代表什麼呢 就是如果他真的不看好呢 那也挺大劑 這是第一個問題 但是 有客觀說 第一 現在這一刻 我們要判斷的 有幾個問題 第一 就是股神會沽多少呢 就是說 Berkshire Hathaway 他始終是八塊買的 那對於他來說 他在他歷史上 持有的很多股份 有些他拿了很多年的 例如IBM 他可以最後都是清創的 但是有些 他也可以拿著 譬如我舉個例 Daily Journal Monggard 他的副主席 Monggard 主席那間公司 阿里巴巴都有沽過 但是他又不是沽完的 他沽了一些 他還有一些 那現在究竟 餘下問題是什麼呢 首先 這裏就說得很複雜的 因為始終 我自己教投資班 都要用兩三個小時 才能解釋得到 什麼叫權益披露 什麼叫披露權益 什麼叫中央結算系統 持股記錄查詢服務 這裏我就表過不提 但起碼很客觀的事實就是 大家都知道這個申報的機制 如何申報這個權益披露 大家可能會說 我見到一天減遲 一百三十多萬股 就停了 不是停了 是根據申報機制 他還未再有申報的需要 簡單來說 因為任何申報都要超越一個百分點 所以簡單來說 我的看法就是 其實他還未沽完 但問題是 如果他真的在場內沽 老老實實 每天真的不沽多少股 每一天 譬如說今天 成交股數都是一千二百萬股 那每一千二百萬股都是他沽出來的 所以每天可能做到三幾百萬股 其實已經很多了 就是很多了 如果他沽了這麼多 你說每天可能做到一二百萬股 那就OK 因為可能佔市 佔這隻股份 每天的成交的比例可能是 例如百分之十 那所以呢 很客觀地說 未來 我認為 其實這個是他沽課的第一天 我就已經在某些平台 包括在我頭條日報的專欄 我Patreon 都寫了 簡單來說就是 未來一兩個星期 大家都會繼續 可能未來都會見到 Bergsheet Hathaway 減持比亞迪的這些公告 因為其實始終第一個公告就是制效 畢竟你的股票出倉都要兩天 T加2 那所以你看到那個事件日期都已經滯後 而這個事件日期也都會滯後 因為都涉及申報 需要一些時間 那還有要跨越一個百分點 其實你才會看到他申報 所以其實呢 很客觀地說 我就覺得他未沽完 也都沽得最近那一天 其實我覺得他都未申報 即是在港交所的紀錄 我們都未見到 今個weekend 應該這麼說 今天是星期五 其實晚一點可能都會看到 即是說 看到在過去 他由22日他沽貨第一天 24日的有關事件日期之後的三幾天 很可能在未來都會看到這些公告 所以為什麼會讓阿迪 是股價都是一沉不起呢 第一 就是他沽完後 這是一個疑問 第二 真的有一些盤在沽 其實也可以看花旗的倉 大家都猜到 這個也是很客觀的事實 所以當然 這裡就涉及很多分析的技巧 我這裡唯有表格不提 因為越講越複雜 就是那句 我真的教班 我真的要講兩三個小時 所以在這一秒鐘 我會告訴大家 其實 對於比亞迪來說 因為股神沽貨的陰影 就未完全能夠消除 去到什麼時候會消除呢 就真的要他沽到差不多的水平 即是說 像花旗的持倉 又或者他的申報 好啦 真的停了 那他就可能有一個比較像樣的反 但始終如果真的講現在的數字 譬如說今天 那比亞迪沒辦法 因為他真的跌幾樣東西 你看一下 他都是跌1.幾% 又說怕股神沽又成 你看隨便 看看你上小鵬 今天都跌得多過比亞迪 因為現在怎樣 現在又說風控 又說成都車展都沒得做 比亞迪都說 你本身有個新車 但是大股宣傳公告 現在整件事又停了 那所有事情又會慢了下來 所以 變成今天 你說比亞迪要跌也好 都非戰之罪 他都不只是怕沽貨 或者實際上真的沽貨 這個消息 現在還有很多利淡汽車行業 限電 疫情 這兩方面都會困擾他們 那當然 如果你說看圖表 看技術上 以至到基本面 甚至乎我自己的判斷 對於沽貨的影響 可能就會跌到上次 那些密集的低位 就開始有支持 那即是哪裏呢 就說之前 一個很大的裂口 扔下去之後 開始上回來 那即是去到大概200元那些位置 那些位置 203那些位置 試了幾次 我就認為那些位置的支持力 就相當之大 那但我都會覺得 那沒辦法 因為現在這個被動的因素 它被減持 現在的股價售壓 就非戰之罪 這個都 所以就唯有 就怎樣呢 要不就等 等多一兩個禮拜 可能從新報的角度來講 大家也都看著 花旗的倉 繼續可能都會有些 減持的行動 那在 這些情況之下 對於它的股價 仍然會構成壓力 直到它真的可能 依沽到停一停了 因為都是那句 在現在這一刻 我又會覺得 股神未必要完全減持 所有比亞迪持股 Berkshire Hathaway的角度 但是它可能會估 一個比較大的比例 現在這一刻 我們都很難猜 究竟是它要清倉 還是要減倉 這個真的沒有人會知道 除非股神自己願意 遲些走出來 接受訪問的時間 很開程報公地說 因為歷史上它真的有 當年它減持中石油之後 其實DI看不到 低於5% 就是權益披露 但是它很老實 它說其實你看不到 但是我已經走了 它也很老實這樣說 但是現在說 是由20%以上沽下來 它還有很多貨 那它怎樣沽發呢 只可以慢慢看著 但是對於它的股價 因為這個沽貨的擔憂而慮 變成了事實 從300元一路跌下來 這100元 某程度上也正在反映 我自己可以這樣說 嗯 但是其實基本上 因為之前是剛剛都公務業職 其實如果不是股神沽貨的話 其實是 即是叫做 業職都是ok的 都是利用的 是的 其實如果純粹說業職 比亞迪的業職 是非常的好 尤其是過去每個月 我們都會看著 一些月度的銷售數字 然後又有些汽車交付的數字 經常都有很多更新給我們看 說真的 如果不是有股神減持的因素 比亞迪的股價 絕對沒有這些水平 所以 反過來說 現在關注的都是兩樣 第一 它是不是真的要清倉 如果它真的要清倉 那就真的對股價短期的影響 可能就真的要一點時間才能反映得到 但如果你說它不是清倉的話 當然 從負面的角度 就說 譬如說沽一半 就停了 嘩 還有一半 怎麼辦 什麼時候沽出來 都是好看市場介紹 如何去解讀 就是它還沒沽完 又說還沒沽完 沽完又說它看得很淡又怕 對不對 所以現在這一刻 真的沒得搞 但剛才我也說 撇除這幾樣東西 業職是好 但都是滯後 現在是因為說又風紅 又閒電 對整個汽車產業 都是帶來衝擊 所以不只是它 其實如果你說差 它的股價表現 絕對不是很差 你想想 小鵬已經跌到低於3月的低位 即是破底的 破地獄那隻 那你給阿迪 3月的低於165元 就是 劃分兩頭 客觀點去評論就是這樣 但最後是什麼呢 最後就是有時候 我們的好朋友 我經常都說 可能就是技術分析的圖表 我記得上個禮拜一邊說 怎麼說呢 那些穿了250天線 又真是要看定一點 其實有時候真是無毒有偶 有些比較前瞻性的數據信號 原來反而是圖表上很客觀地告訴我們 真的穿了就真的沒有人走 真的沒什麼辦法 那這個時候 我想整個車的板塊都最好不要碰 我覺得這樣 其實現在絕對是 開始慢慢部署的時候 不過我都有幾個法則 第一 如果你說三大電動車的新勢力 始終估值都貴 這個是客觀的事實 那如果你說傳統車廠 而PE便宜一些 又有電動車概念 譬如說 你現在長期的那些行不行 又壞 他們又全部去到重要支持區域那裏 或者支持位那裏 又怕會跌穿 那比亞迪古神又未沽完 然後再加上旱災還沒有解決 現在封控又未封完 所以我想未來 只可以說這幾個星期 你喜歡都好 還是要觀望多一會兒 不要太心急 但是你說如果疫情解決 而旱災又解決 那我想他們都可以有一個 比較好的反彈 始終都是政策很支持這個行業 那些稅項的優惠 扣置税的一些寬減延长 这些始终都是对行业有帮助 这个行业现在竞争很激烈 但是实际上真的能卖到车的 你会看到真的被阿迪卖的车 已经可以跟Tesla比较的了 如果你说新能源 全电的Tesla仍然多一些 但是已经到了一个这样的层次了 有读者问2343太平洋行 走势问现在的水位又不能进货呢 航运股这段时间真的一般般 如果你说太平洋行运 当然大家都要理解 它跟波罗的海干散货指数的关系度 都会比较高些 也反映到航运货的价格 这段时间其实跌得很厉害的运货 干散货的运货跌得很厉害 跌得很厉害就自然会影响它的价格 不过其实如果要讲深入一些 这间公司 它也是比较弹性的 即是营运船员 有些可能是 即是卖完就利益货等等 那就算了 时间关系 但如果你说它在过去穿了250天线上来 它真的有个很好的反弹 但这次又再试这个位置 还有一个大纪彈去三个人 我就会觉得我宁愿它有一个明显的反弹信号 起码都可能是STC升线 D线 跟着再站在250天线 我才要考虑 因为我始终觉得有一定程度的风险 在现在因为 这个行业本面是有点转弱了 这段时间 好 今天时间差不多了 感谢的姐姐 谢谢 谢谢Esta 再见 拜拜